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最帅男艺人又洗牌 于是第一时王一博第九王兴月第二 第一名时至名归 每年一度的上海电影节 是国内娱乐界最引人期待的盛世之一 在这个重要场合上 观众不仅能欣赏到众多精彩的影视作品 还有机会近距离见证众多明星和艺人的风采 今年的微博电影之夜 为上海电影节增添了无限光彩 这个盛典上 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明星艺人 都得到了最专业的肯定和认可 此外 各种奖项的颁发也让整个圈子重新洗牌 尤其在颜值方面 更是有了全新的排序 让我们一同来看看吧 11第11名 赵华卫 在今年的微博电影之夜 大家见识到了来自尊义的帅气青年赵华卫 这个大男孩真是帅得令人惊叹 不管是阳光帅还是成熟帅 他都轻松驾驭 10第10名 于是 提到于是 大家肯定熟悉 因为他最近真是人气爆棚的代名词 无论是综艺节目还是影视作品中 他的身影随处可见 在今年的微博电影之夜上 他更是大展男性魅力 不仅一口气做了25个俯卧撑 还模仿了金城的洗牌 这一切为他赢得了年度 瞩目演员的称号 可以说 他的魅力和努力 实在是无人能挡 9第9名 王一博 在今年的微博电影之夜 王一博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男艺人之一 他的颜值和气质独具一格 身上散发出的高贵气息 更是令无数粉丝清新 他的每一个动作和微笑都充满了魅力 获得年度突破电影人奖实至名归 8第8名 彭观英 提到彭观英 许多人可能感到陌生 但一说起《玫瑰》的故事中的庄国洞 相信很多人会恍然大悟 这个角色堪称渣男中的佼佼者 而能够成功诠释这一角色的彭观英 不仅外貌出众 演技也相当出色 相信在未来 他凭借优秀的作品 一定能够吸引大量粉丝 7第7名 林更新 今年的微博电影之夜上 林更新显得格外低调 然而 他饰演的方邪文却成为众人热议的焦点 这个角色打破了他以往高冷的形象 变得更加接地气且随性 无论面对怎样的角色 对林更新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和深刻的演技挑战 而他能够驾驭这一角色 也充分展示了他的实力与魅力 6第6名 陈兴旭 提到陈兴旭 或许会有些出乎意料 因为以往他的作品可能没有给观众留下太深的印象 然而 在最新的《花间令》中 他扮演的李承鄞角色却表现亮眼 不仅如此 他的颜值和气质更是让众多人为之倾倒 可以说 作为这位古装长腿帅哥 他无疑能够俘获无数少女的心 其优秀的表现也将赢得大量粉丝的喜爱 5第5名 李线 提到古装帅哥 李线绝对不可忽略 不论是哪个角色 他总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自己的魅力 并且他那浓浓的大直男气息 让无数人沉醉 在亲爱的热爱的和春色寄情人中 他塑造的角色无疑是女生心中的男神 这种卓越的表现力 也使他成功机身最帅的线男友之恋 4第4名 徐凯 在今年的微博电影之夜上 徐凯身着军装亮相 成为男性魅力的典范 无论是哪一部作品 他都能够展现出自己的帅气 并且他那种大直男的气质 同样具有迷人的魅力 可以相信 未来凭借他的努力和才华 将会赢得更多的认可和支持 3第3名 刘学义 提到古装绝美 刘学义自然会浮现在脑海中 他的颜值与气质堪称古装剧的重要亮点 他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充满灵性和魅力 无论何种剧作 因为他的加入而更加出彩 如今 他已获得无数关注与热度 相信他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光明 2第2名 王兴月 王兴月这个名字无疑为人们所熟知 因为他最近声名大噪 成为了爆红的代表人物 不论是外貌还是气质 他都拥有独特的魅力 如今 凭借出色的作品 他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成功登上了顶流的位置 相信未来他会更加稳健的前行 赢得更多人的喜爱 1第1名 肖战 肖战在这个排行榜上 毫无疑问是不可争议的领军人物 他散发出的阳光般的气质 无疑是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 他不仅因逛艺术馆而登上热搜榜 还因带着父母出游而备受关注 他曾表示 如果有假期 首先会选择带父母回家旅行 这种充满爱意的一面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也是他成为顶尖艺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结语 综上所述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详细分析 可以清晰地看到各方面的情况 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问题的本质和解决方案都已显而易见 每年的上海电影节都带来无数惊喜与感动 而这次的微博电影之夜更是给整个内鱼界带来了无限的感动和惊喜 不论是获奖的影视作品还是优异的艺人表现 都值得我们的致敬和喜爱 希望他们未来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能够创造更多精彩和成功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